本日是8月7日星期三 HKG 報今日推介與大家一起看 美國如何將美式商標再次發揮得淋漓進志 或准類固純陽性的美國選手參加奧運 隨著奧運越近閉幕 中美在運動禁藥方面的爭議反而持續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星期二8月6日發聲明指出 美國田徑選手黎頓就算藥檢時被檢測出陽性 仍然可以繼續出戰巴黎奧運 批評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存在雙巡標準 聲明更指出作為美國奧運田徑代表隊選手黎頓 在今年3月26日的興奮劑塞外檢查中 被查出情侶固純、困撥龍陽性 但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就宣稱禮頓的陽性結果 是因為吃了受污染的肉類而引起 所以未有對他實施禁賽處罰 並且允許他代表美國參加巴黎奧運 來到這裡小編很想問問大家 記不記得今年4月 國家隊23名游泳運動員在2021年東京奧運前夕 因為食物污染而造成興奮劑檢查陽性報道 即使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審查後已經還中國清白 但仍然被西方媒體不斷炒作 美國更指責中國反興奮劑中心 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一起掩蓋真相 要求對中國運動員實施制裁 事件還影響國家隊運動員的心理 中國榮首張宇菲近日受訪時更大腎若檢一視令他覺得非常無奈 現在風水輪流轉 當事件在同樣吃了一手污染肉類的美國運動員身上 態度竟然是一個180度大反轉 不但沒有實施處罰之餘 還允許他參加奧運 這種幫到出面的雙重標準 實在令人看不過眼 不少網民都指責美國雙重標準 更有網民直斥 美國這些低劣的手段 地球人早已見怪不怪 更有網民為中國運動員出氣 表示國家必須出面 必須敢於鬥爭 必須維護我們的正當權益 不可以被運動員遭受不公平對待 不可以流汗又留委屈的眼淚 否則最多不參加了 面對早已超英港美的中國 美國可以使出的法寶 仍然是打壓這個老舊套路 維保世界一哥的地位 不惜向大眾惹爛臉 公然幫助自己有 你一個被世人看在眼內的 赤裸裸政治操弄和去偽雙標 可以說是卑劣到令人作嘔 正所謂不喜歡的就任意批評 喜歡的就選擇性失明 以自由見稱的美國 原來道德界線都可以禁自由 真是令人打開眼界 如果奧運有一項比賽項目 叫雙重標準 美國拿勢一肯定當之無愧 再見囉